这个小镇太奇怪了 大白天的街上竟然没有一个女人 就连喂奶的都是男人 突然一阵罗声响起 男人纷纷逃跑躲避 女人则笑容满面地冲上街头 原来这里有个奇葩规定 上母男人过 下母女儿过 男女同时上街会被无情处死 以孙小天为首的捉腰四人组 听闻小镇上有只厉害的黑风老妖 于是前来降服 不料倒霉地撞上了男女换班 镇上的女人见四人坏了规矩 二话不说将他们扭送城主府 听后发落 城主是个贪财的中年男子 浑身金势 城主府也被造得金光闪闪 孙小天投其所好 扔下一钉金子 城主果然不再追究刚才的事 随后孙小天说明来意 向城主打听黑风老妖的下落 可城主文言却面露剧色 死活不肯说出黑风老妖的位置 并劝警人别去招惹 眼看问不出线索 同伴酒礼来到饭馆 直见威胁店老板 终于逼问出黑风洞的位置 孙小天率先进洞查看情况 可转了半天也没发现黑风老妖 只找到一个小姑娘 姑娘名叫苏洛英 她体内有很重的怨气 经常会情绪失控 胡乱伤人 因此从小被人们囚禁在洞中 孙小天看孙洛英单纯可怜 决定帮她去除体内怨气 随即锤断铁锁 将苏洛英救了出去 可没想到刚一出洞 就有一群人将他们团团围住 为首的红衣女告诫孙小天 孙洛英是黑风老妖的女儿 绝对不能放她走 原来一百年前 这里叫做小满国 国师黑风老妖和皇后竹胎案件 生下一个气息微弱的早产儿 为了保住孩子 黑风老妖施法将强大的怨气 注入婴儿体内 害得小满国被阴火烧了三天三夜 只有这个小镇得以幸存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这里便有了男女不能同时出现的规定 而苏洛英无法控制体内怨气 为了小镇百姓的安危 只能将她囚禁或杀掉 孙小天认为 只要杀了黑风老妖 苏洛英身上的怨气 就会自行消解 红衣女被说服 于是告诉孙小天 黑风老妖就藏在黑谷山的中心地带 但想找到她 得先穿过一条阴森森的蝙蝠蝎 孙小天三人全副武装 来到蝙蝠街 看着这群尖耳朵黑眼圈的蝙蝠精 三人下了一身冷汗 幸亏孙小天机智 大喊一声 快去吃人肉 成功将蝙蝠裙支开 三人趁机逃跑 躲进一间贴满腹纸的屋子 忽然他们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孙小天连忙拿起蜡烛寻找 结果发现了一个长发颜面的老乞丐 为了才知道 她就是黑风老妖 黑风老妖见到女儿十分高兴 情不自禁地讲起了当年之事 可她口证的故事 却和红衣女说的大相径庭 黑风老妖告诉众人 她和皇后本是恩爱夫妻 无耻的国王 觊觎妻子美貌 不顾其有孕在身 横刀夺爱 致使苏洛英早产 气息微弱 黑风老妖将怨气注入女儿体内时 国王被阴火灼伤 于是她大开杀戒 用百姓的血浇灭了阴火 事后却反咬一口 将一切嫁祸给黑风老妖 黑风老妖气不过 闹上了天庭 可惜败诉 被镇压在这里一百年 佛祖说 百年后自会有人相救 看着黑风老妖身后的佛首 扶纸 孙小天信了她的话 随即撕碎扶纸 破除封印 将黑风老妖带回城主府 澄清一切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城主其实就是当年的国王 她找了个理由 将孙小天支开 之后便吸走了黑风老妖 全部的法力 现在只要吸了 苏洛英体内的愿意 城主就练成 无上的魔功 天下无敌 她连夜找到苏洛英 嚣张地阐述身份 说明来意 但孙小天不可能 给她伤害苏洛英的机会 她抄起金箍棒 袭击城主 掩护苏洛英 几人离开 城主言出好事 被破坏 怒不可遏 上来就要吸干 孙小天的血 可没想到 孙小天是石头朵的 不仅没有血 而且打不死 城主无奈 只好开启梨花大阵 封住孙小天的法力 孙小天没了法力 赶紧来找 武艺高强的红衣女 保护苏洛英 可没想到 两人刚一碰面 就被一群官兵团团围住 官兵强势搜村 威逼众人交出祖洛英 孙小天灵机一动 有了计划 随即主动请英 带官兵去寻祖洛英 实际是带他们兜圈子 拖延时间 掩护百姓逃走 与此同时 小镇街道上 阴风大起 树叶乱飞 城主正打算 释放魔器残害百姓 祖洛英三人见状 连忙出手 围杀城主 可城主吸取了 黑风老妖的 全部修为法力大增 三人合力 也不是他的对手 没几个回合 三人就惨败当场 被抓了起来 另一边官兵终于发现 孙小天根本不知道 苏洛英在哪 一直在戏弄他们 于是将他一顿暴打 突然一名手下来报说 城主已经抓到苏洛英了 红衣女也在此时 带人赶来 惊松下退官兵 救下孙小天 此时此刻 城主已将小镇百姓 尽数魔化 众人失去理智 沦为傀儡 被操控着跪拜城主 城主得意洋洋 开始吸取苏洛英体内的怨气 不料天降金箍棒 坏了他的好事 城主回头一看 孙小天骑着地听飞奔而来 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法力 原来孙小天失去法力后 坐在雨中伤感哭泣 地听上前安慰 偶然发现 孙小天手中的 试本法术神书 只要吃下去 便能获得不上法力 孙小天吃了神书 梨花阵也被红衣女给破坏了 新旧法力融于一体 如今的他天效无敌 孙小天也不废话 直接拿起金箍棒 袭击城主 挤棍子下去 打得城主连连败退 毫无缓急之力 城主被逼无奈 放大招 释放体内磨气 幻化出无数分身攻击孙小天 孙小天却不慌不忙 猛地将金箍棒插到地上 凝神俱力 用自己的火眼 精精找到了真正的城主 他一棍子下去 正中城主脑袋 下一秒 城主灰飞烟灭 可被魔化的板剑 依旧没有恢复神智 纷纷不受控制的朝几人袭来 几人见状乱了心神 他们都是无辜百姓 不该被动手伤害 可若不杀他们 又该怎么脱身呢 危急时刻 苏洛英缓缓飞到空中 化作漫天樱花 随风飘散 他牺牲性命 用善良和爱 净化了百姓体内的魔气 孙小天终究没能兑现诺言 帮苏洛英去除怨气 可这可怜的姑娘 却在此刻 拯救了万千百姓 也终于得到了解脱 故事到此结束